这辈子必须去一次西藏 但是没人告诉你 拉萨往西才是真正的西藏 有一条后藏绝佳的自驾线路 99%人都不知道 寒露版的阿里南线 9天8晚自驾攻略 关注收藏 我们出发 第一天 拉萨去往日喀则 399公里 出拉萨之后一直奔南 去往5000米的洋湖 之后沿着G349国道 一路向西 路上你会遇到 红河谷电影炸毁的 卡若拉冰川的一角 一个电影毁掉一个万年冰川 咱必须给它拍下来 让后人唾骂它 江姿古堡也非常值得打卡 西洋下的古堡非常的美丽 第二天 日喀则一日游 这是后葬非常壮的一个城市 桑珠子宗堡 是名正言顺的小波达拉宫 扎什伦布寺 比拉萨的大昭寺里面 人少了很多 气氛也浓烈了很多 特别适合拍照 及放空自己 第三天 日喀则到定日 237公里 日喀则出发之前 一定检查到自己的边防阵 一路全是检查站 因为我们要去的珠方大阪 已经在边境上了 定日线程4300米 过夜不会太难受 城里面酒店非常少 一定要提前预定 第四天 定日到珠峰大阪 到拉兹220公里 阿里南县最重要的景点 就是珠峰大阪了 现在门票比较贵 180一个人 并且需要乘坐 景区的观光车上山 一路的盘山公路非常美 让你都能忘记到晕车 5200米的大阪 能否看见珠峰 需要看你的造化了 当天晚上回到拉兹 为了明天继续沿着 G19阿里南县往西走 第五天 湖叫做浪错 湖上一个可以开车上去的小岛 在小岛上 一定好好的 给你心爱的姑娘 来一段航拍飞机的solo 他一定会爱死你 第六天 重八县到八嘎乡 332公里 这是阿里南县最壮的一天 认真做好笔记 从重八出来之后 就会遇到非常罕见的 高山月圆沙漠 迎着早上出生的阳光 非常的美丽 抵达目的地之前 一定要拐下去 去趟鬼湖跟神湖 鬼湖风浪大 水为咸 一路之隔的神湖 则风平浪静 是个纯淡水湖 你说是不是特别有意思 今天晚上的目的地 八嘎乡就坐落在 全世界公认的 终极神山 刚人波齐的山脚下 这是一个正金字塔 造型的神山 有非常多的未解之谜 中间就是灵魂上升天梯 至今无人登顶 第七天 八嘎乡到穷龙银城 到渣渣县 307公里 我们今天需要早点出发 因为要去逛穷龙银城 这是古象熊文明的都城 是西藏最原始文明的发源地 晚上我们就入住渣渣县 第八天 渣渣土林到谷歌王城 我们今天就在渣渣县境内来玩了 风石水尽 最终形成的土林景色 是后葬旅游 必看的一个自然景观 谷歌王城 坐落在一座山上 一手南宫 在横拍画面下的王城 显得极为的壮观 最终因为国王的俩兄弟 宗教不合而战 导致了国家灭亡 山底下的藏石洞 至今还可以清晰地 看着各种各样的人骨 第九天 也是最后一天了 渣达县到诗泉河 207公里 路上会遇到阿里暗夜天文台 是看星星的绝佳地方 但是我建议你 先去诗泉河酒店入住吃饭 夜里面再回到这个暗夜天文台 再看星星 那个地方5000米的海拔 要注意极性的高反 但是因为实在太美了 极性高反也值了 如果你能把这条 很稀有的线路跑完 那更美更硬核的阿里北线 寒路自家攻略在等着你 我们下集见